大家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志棠 這個環節請是Stanley 和我們CatStan 你好 你好 大家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你204-6566 問一下我們專家意見 或者找問題電郵 去到AISK-BX-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面都在做直播 大家可以播放和分享影片 有問題留下留留言 我們會盡快解答大家 請和大家看看最新走勢 恆指跌494點 暫時在24,686點 國企指數跌195點 最新坐在10,116點 大肆成交432億多 今早在未開始競價的時候 其實市值都跌8多點 但是9.4打後 市值立刻拉下去 不知道什麼原因 外圍有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但是期指好像跌得很急 現在跌超過500點 之前我們經常說市場很悶 很悶 沒有方向 只是一個 鎖上來的格局 但是今天似乎都破了幾條平均線 如果說恆指的話 現在那個走勢會怎麼看呢 怎麼看 走勢好像有點轉差了 是真的 即是你如果看過 我看過圖 大家不斷看一看 是 因為如果看過圖的話 你會看到 都真的叫做轉弱了 是的 因為都 我們說在短期的時間 出現了一個圓頂的狀況 你會看到的 這個就好像叫做轉 即是那個走勢轉弱了 還有剛才提到 其實之前的時間 那些平均線很多都拿著 即是基本上你可以說都是 好像摸太大的方向 都是在那個抽線那裏 相信下去 現在 今天 即是剛剛這一下的下跌 跌穿了這些 即是我們好像真的有一個叫做 好像突然之間 那個走勢明朗化了 好像真的有機會要向下 嗯 怎麼看呢 不過我只是講一句 你說市場 雖然現在又跌了差不多500點 是 但是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呢 都真的要看一看 我都覺得是要再看一下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消息 還有 今天你說它的下跌 外線路上都是被有幫拖拖 不過都沒有人有幫的了 其實你看回這一段的時間 很多股份呢 我講是成文高裏面 都跌3%有很多的 所以那個細題好像 真的差了一點 那所以就沒有了 暫時都是 再觀察著先 但是如果以圖那樣看的話 再下一個比較大一點的 就是再看下去下面 真的先看著這個100天線 24400這位置先 我就是看 就是看那些100天線 之前兩次 有兩次頂住 有一次下跌之後都上回去 100天線都算是一個挺好的支持 24400這些水平 是 所以先看著先 但是問題是 今天這一下的下跌 真的要想一下發生什麼事 因為突然間 500點下來 但又好像沒什麼 其實真的 因為你看熱炒那些 1810 繼續有2%的升幅 1810這隻 沒有 你又是炒它 尾團都硬正的 這些都是筆水外股 又沒有什麼 是啊 700其實又不是跌很多 真的誇張 筆水都需要買得多 孖九孖八就越多 700好像沒有跌 如果不是的話 真是慘 即使 不知道跌 500點 但你孖九孖八 你沒有筆水炒 所以很有趣 真的你看到現象 有筆水買的那些股份 真的 走勢不差 我不是說業績不差 業績真的 我都說一句 我對於小米的業績 是有戒心的 但是你又不要理 有筆水肯 即這一集的股份 它真的完全 可能 都不用想什麼 基本因素 你才賣的那一星 好 我們當年大使之後 又要講一下 剛才你也說了 就是有幫 出了業績 都是拉股市 下來的 剛才跌30% 現在看看 13.6% 71.9% 是 差過市場預期 是不是 所以跌那麼多 但其實不是 即是香港這邊 我們真的講了 講到口臭 這半年 即是說 大陸人不能來買股票 買保險 那他就 在香港這邊 支持不住 是 但是不是這些 預料了嗎 所以我不是 一早都說 其實你說 即是有幫過業績 這個業績 預料去差 問題是說 如果這樣說 預料去差 那究竟現在出來的數 你說是否 叫做再比預期中 更加之差 這個東西 但是你說 即是我今早都有 輕輕看大康的報告 因為剛剛出現業績之後 都有些 即是有些大康報告 都看過一下 看到那些行業的看法 又比較 有些都可能覺得 它那個 生業務價值是差的 預期 但很多都覺得 都不要緊 都預計到它 表現是頑皮的 不過你看看 你說在下半年的時間 即是可能下半年的 那個 反彈的情況 會相對比較好 就是這樣 但是 但是呢 如果再回去 真是 那個表現的話 本地真是跌得厲害 生業務價值 跌了六成八 例如讀市內地 真是 即是中國市場 跌幅又不算太 不算是很多 不過呢 都留意一下 我之前都說的 其實亞洲方面 其實你預算很差 因為亞洲地區 很多地方都還是有疫情的 所以你看到 馬來西亞 新加坡這些 都跌得厲害 所以這樣算的時間 就等於之前 跟同家有說過 其實看有邦 當然那個市場 是比較重點的 一定是本地 加內地的 是真的 但是你其他地區 那些 如果真是哪些差的話 都難搞的 所以你可以以為 現在疫情之下 其實有邦 雖然 有邦他自己也有提及到 就是說 他那個叫 那個叫 可能 一靠什麼市場 那些 還有可能你說 現在是下半年 有機會 真的可能會有些 比較好的 就是反彈這樣 但是我都會覺得 都還要再觀察一下 因為 好像你本地為例 其實你疫情之下 就算你有反彈也好 我又不覺得會打得很厲害 即是內地的情況 又可能會好些 但是南亞市場那邊 都可能會比較上 是差一些這樣 唯獨市這次 他派息 派得OK的 他這次的關係 是增加到上去的 是 但是你說業務那個 不確定性 都相對比較高 所以如果你問我 這份業職的話 我只可以說 我覺得 你又 叫做預了去差 但是究竟什麼時候 真是可以叫做 back to normal 那句是back to normal 什麼時候真是 再在觀察 他自己有沒有做一個 forecast 其實 他應該說 他覺得是第三 第四季度 內地會好 因為會好很多 因為可能當內地現在 都會好很多 還有實際 始終 你叫做 就是那個 怎麼說 反彈的幅度會很厲害 因為本身內地方面 多幾個營運點 給多幾個營運點的話 對於他的發展有些幫助 對於他的發展有些幫助 對 一個地區能不能夠說 真是 扯到 我覺得要再想一想 再觀察 對 因為香港區 六成八真是很誇張 但是現在 其實有幫資金不炒很久 已經炒了一些科技股 對 一來 二來 因為你業務的不確定性相對比較大 變成現在 加上分業績 你看完之後 你還買不買 假設你現在的股票是便宜還是貴 補達你不到 下到一百天線呢 如果我們看圖 這些 藍色線 這條 是 這條大概是71.2 和你現在現時都不相差很遠 會不會穿呢 如果穿了 穿了會不會大鑊 穿了不大鑊 再下去哪裏 18.89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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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再之前的低位 是 這些真的有些 差化性 如果真的想買有幫 都要等一等 純粹撲反彈 不是這個位 反彈 反而會 都是那句 看看今天的市場發生甚麼事 因為 其實你說今天這一下下跌下來 是 有些 好像感覺是差的 感覺上是有點差 真的差了 但是講股而已 對 就是這樣 看大陸市場 A股也會跌一些下去 但不算很多 Dow呢 Dow Futures 剛剛看過跌八零點 現在不知道 因為進來看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是這樣 其實跌幅不算很全面 我又覺得今天我自己看 我自己看 不算跌得多 但是成份股反而跌得 都會跌下去 因為成份股有很多 那些甚麼地產 那些也是 是不是 這個我也是想說 今天開50大升幅股份 第一就是美聯工商鋪 之後我們再開恆子那些 很多地產股都堆下來 那些人就說 因為昨天就放寬了一些商鋪的按揭 放寬了這個按揭乘數 但是政府就說 住宅物業的那個按揭乘數 就暫時沒有空間可以減辣 所以就說地產股因此而跌下去 而美聯工商鋪應該是受惠 工商鋪的那個按揭乘數放寬 希望可以增加交投 但是事情是不是真的這樣看呢 這樣啊 DowK跌多了 那些200多點 剛才按下去也好像是 224點DowK 是啊 但是我想說 流少得意 大家有經驗就是 越舊越衰 其實是的 你回頭 你覺得越按揭的時間 反映到是越刺熱 所以你越舊 你越按揭 基本上就是不會差 就是會不差 而且因為印象很有趣 另外就是 通常我們每次出辣椒的時間 你通常那個經濟 很多的環境 都是叫做OK的 即是你每點差的時間 你很多要配合 你按下去 但是這次轉換就是 你現在要救 很多東西都很不明朗之下 你現在疫情 大家看到很多的 很多的 一些店舖 有些人又不租 有些人甚至會先走路 另外就是說 那些的辦公室 很多都退租 其實都不關 你是不是減這10%的情況 是 問題就是說 你的經濟大圓件 都開始轉差的時間 根本上 即使你現在叫做減納都好 不會令一些人去買 是 因為 這是 因為這件事做營商的話 是你講很多其他 一些因素配合 所以你說這次減納 我又不覺得 真的會對於那個 辦公室 這些叫做租務 這些市場 都會帶來幫助 你又連工廠舖也沒有 這些這麼小的 所以一彈就彈很多 都會彈得很多 是 我覺得意義又很大 是 但是那個市場 又應該真的會一般 真的會 你看看這麼多 急號 我就知道 我剛剛才看到 原來我們樓下 有一間很久 很多年那些 做西裝的店舖 原來都收拾了 是嗎 在大家旁邊那間 哦 在下面 原來都收拾了 所以說市場很差 其實你沒有 你現在在說 很多些旺區 可能銅鑼灣 占客穿這些 你其實很發現到那個情況 就是連這些 都熬不住的時間 還有都收拾網路 其實很多 很多的經濟 都是收拾網路 在網上做商業 還有很多 那些叫做大的品牌 其實都撤走 是的 因為 其實你沒有做零售這些 你想想你租幾層 哇 大哥 你皮膚都很容易 是啊 有個旺角的舖 H&M旺角的舖 說月租900多萬 你要買幾件衣服 所以有時候這些公司 我會這樣看的 當你的氣氛 那個市道好的時候 這些可能沒有聽到 是一些叫做廣告宣傳 是 即是一間大浴客 你經過都會看到兩眼 你會知道的 但是你說現在這個時勢 大哥大家都不出街了 對不對 那就有人買 好 我們先回答問題 Manson問美股 Amazon 很厲害 1700元有貨 現在3200元 加不加得住 雙倍了 現在 差不多雙倍了 1700元有貨 現在已經變了3200元 加不加住呢 加不加住 我會覺得拿著才無貨 但是加呢 加住 我都沒有打算加 為什麼呢 我也有貨 不過我只是猜 但是為什麼不加呢 為什麼不加 對 向上加不是都很好嗎 但是 太高了 你覺得 都挺的 我覺得科技股 美國這邊 我總是贏不住 它有機會會調整一下 現在的調整暫時還未出現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刻會出現 我等到那一刻來之後 我才打算加住 那什麼時候才走呢 走 不用走 不走 大家就等一等 我覺得你有美股的話 這些 直接不用走 拿著就行了 不用想 還有得到不用怕 說實話 我多少錢買呢 我覺得我好像 我好像再低 再低一點 我也不是1700元 好像再低一點 但是我只剩下一股 我之前是多一點的 現在只剩下一股 我只剩下一股 我只剩下一股 都是不理的 好啊 另外呢 金金問902 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環能國電 中期順利 升近六成 還有 其實昨天的火電股 升得很厲害 有些重組的消息 怎樣分析呢 如果看圖的話 很明顯是超級突破 好啊 今天呢 還未上回昨天那支足的上面 但是都不想了 算了 但是現在炒股不是這樣 什麼啊 駁多幾斤 但是問題是 你做這些 叫做一些 煤電那些 你真的不要前景 說真的 你可能它業績是好 但是 印象中好像都是一些 基數的因素 不是一些很厲害的東西 還有這些板塊 你都是真的敲去 可能是一些 重組這些消息 如果沒有基本面子的話 我覺得其實煤電這個板塊 是不能前景的 你記住 做一些電企 最終最終都是一些新能源 那些煤電的發展 其實情況都比較 暗淡一些 所以升到上來都不要追 但是合併這些不是一些大趨勢來的嗎 是的 講了很久了 那現在不可以再駁嗎 如果再有些消息出來 不可以再駁嗎 不駁它 說真的 一隻不駁 就算了 還有這些位置 不知道 你說它貴 它又不算貴 但是這些真的不是主題板塊 我可以說 好 另外有位朋友問 Roneman3888 有沒有機會做第二隻小米 有成交 突破 偶規為形 金山軟件 金山軟件 這隻小米 這隻小米 這張圖叫不叫漂亮 真是不懂 它是漂亮的 但是 怎麼說呢 像雙底 不知道 我對雷種旗下的東西 是有點戒心 金山軟件和小米又很不同 小米又真是 但是如果你說那個叫它是影響力的話 它又 那是概念性 那是概念性的 你說它本身做手機 然後又有IoT 這些是它的賣點來的 但是你說金山 突然轉金山是炒了它什麼呢 遊戲 還有就是那個Cow那邊的發展 那這次的業績距離去是否好呢 那我又覺得是OK的 但是當然 當然你也可以說 為什麼它的業績會增長得這麼厲害 它又有些分岔 因為期待的時間 那天金山雲就上了市 第二就是說 它那些遊戲 遊戲那方面那個業務 又增長得厲害的 可能跟你什麼建網3 推出來有些關係 不過兩隻就不同 不過有一樣的 就是 筆水都多關注這些股份 所以從這一方面去看的話 講筆水這些效應的話 你沒有人躲進去 但是你問我自己 買了這些的話 就沒有什麼興趣 好啊 我們先搭了家庭觀眾的電話 再搭Ronald底下 我都說了 Ronald說了 我都說了 不要看少一些金格反彈 好 聽聽沈先生的電話 聽聽沈先生的電話 沈先生你好 是 想問哪隻股份 我想問一個799 有貨 這隻 有沒有貨 有啊 我買了 多少錢買 你 有11元 有 總之買了幾單 最貴是11元買的 好 好 之後向下溝 但現在還在跌4% 問部署 是嗎 是 好 問一下Stanley怎麼看 加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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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厲害 為什麼呢 加了幾轉 不是 IGG很有趣 如果你問他的業績表現 其實他又不算是很理想的 即是說本業 本業 本業他不算理想 但他有什麼賣點 就是他拿著心動公司 即是加著那些股權 所以入了心動公司升的時間 他猜他的股價又是會OK 即是因為 心動公司升 然後他的價值 即是他的股價又踏上來 但這一陣子 如果你偷偷逃避看看 心動公司的股價 就跌了一些 所以你說 IGG貿易程度上 都挺 我會覺得 記得看你一樣的情況 而且 這有趣就是他派息 即是如果以科技股來計算的話 他派息都算是OK 而且之前那陣子的時間 為什麼升得這麼厲害 最主要是他的股價落後 即是如果你計算那個P 的話 他真的很便宜 即是如果從你這方面看 他真的很便宜 所以又是之前的時間 炒這些因素 不過 今天來的 或者講這一段的時間 你都知道 都不單單是他的 很多那些叫做科技股 都這一段的時間 都會有些震盪 所以他的股價跌下去 都合理的 因為他的股價之前 講真據 升得很厲害 所以你看到他 再之前的時間 即是五個多 六塊這位置 甚至乎 七個多這位置 彈上去 那是十一塊 都升了很多上來 所以有些回討 都沒有得合理的 不過 現在還持不持貨呢 我會覺得 他的基本面 又不至於很差 所以你本身 既然我們的卡 都交了兩三次貨 不凡我先守住 但是 你真的很擔心的話 暫時 都是以回大概八個九到 再去虧位先 八個九至虧位 八個九至虧 沈先生可以繼續拿著 未穿八個九不用走 多謝沈先生的電話 先聽吳小姐的電話 吳小姐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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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兩隻股票 是 一隻是九四一 是 一隻是二八零零 是 我想問九四一沒有貨 但是 他好像是 遲些 即是快便會 隨正 是 不知道可以在甚麼位置 入他 可以賺完他的息 呢 我怕你賺色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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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嗎 其實這隻 其實這隻 其實他的駕彈上來 之前的時間 因為這隻聯通彈得很厲害 但是又這樣說回 我覺得這些板塊 其實真的 就是 聯通的業績 都算了 叫做是 OK 其實都不是算很好 只不過是OK 而且他的股值 算是比較便宜 所以炒了上來 中移動這些 又跟著小 炒了上去 但是 前路上去 中移動真的差一點 所以你問我的話 我又不覺得要買 而且這隻會很悶 好 如果 如果和收息的話 都在股價上扣 沒錯 沒有什麼數 真的 還有借200 刑賦基金 都是跟市有關的 今天 可否又開始儲貨呢 200 穩陣安全 不過我覺得你說 如果要買200的話 這個是 梁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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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買25元 25元 附近 現在你說25.4元 還不可以呢 又這樣說 因為 今天比較有些忌諱 就是市 不知為什麼跌跌這麼多 這一下 我都覺得要先看一看 所以你要入市的話 25元左右 我看有沒有機會 25元的時間 才開始付出營運貨基金 好 好 也要等等 胡小姐也在手機旁邊 胡小姐您好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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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機會翻譯價 兩隻 怎麼看呢 還有增加的架位 隨時可以走 好 753 和 981 國航就是 之前就說大陸可以恢復航班 那些 但是 都是升少少上來 然後這幾天又橫行 還有你國際線你真的還沒開完 你始終是差一點 我覺得你說航空板塊在某程度上 有機會真的打到底部 但是你說有沒有機會有些大彈 暫時會比較困難 但是這個辦法 如果你有貨的話 現在拿著線是無妨的 如果你有貨的話 我又不見你孤主 因為說真的 最患的時刻已過 可以這樣說 而且你看之前的時間 4.6的位置到 4.5、4.6的位置到 打到底部 應該又不會沾穿下去 只不過你說真的要有很大的反彈 就是去買入價的話 真的要等整個經濟狀況 真的要有些很明顯的改善才可以 好啊 還有981 之前都很容易炒了 32元告知了 怎麼搞呢 現在不炒了 但是很有趣 現在不炒而已 有沒有說之後不炒的 之前炒得太厲害了 就是了 所以你說現在這些 胡小姐 等等先 我覺得你說它是差不多的 始終有些政策隔不下 炒作一下 你說這些位置有沒有機會現在又炒作 回不回到家鄉32元 32元和你現在給它 差大概兩成 三成 三成而已 這隻東西要升上來的時間 好瘋的 所以我覺得胡小姐給點耐性 好 兩隻都可以給點耐性 再拿多一會兒 多謝胡小姐 李小姐 都在電話旁邊 李小姐 你好 Hello 李小姐 喂 麻煩 是 李小姐 Stanley 是 糟了 它現在跌到這樣 我昨天其實想沽它 沽它不及 接著上25,000元 我一見它上不到 我又沒有沽它 現在這樣 我想問你 它有沒有機會上25,900元那些位置給我沽 還是你覺得哪個位沽好一點 現在 反而今天突然間這下跌下去 第一 不知道是不是純粹有幫 跌 錯下去 還有可能你說 是不是大家都好像借一些 昨天這個 那個會議紀錄 好像說美國經濟的中長線都一般的 那些氣氛影響之下 令到市都跌下去 不過短期來計 我都覺得暫時來講 我仍然是24,800到25,500這個拘映上來 其實看今天的市印能不能上去 24,800上這位置 但是都是拉腳 還有這些 有沒有機會再上去沽 不如突然間這樣想 現在它這一下跌 跌夠了 因為 剛剛提到的 這個形勢的走勢是轉弱了 這個真的 現在你這樣看下去的話 沒有前途上 好像我們有個小圓頂 是 所以免得這些位置 暫時考慮一下 我想還是再等定些先 都不要太進取 這條文之下 好 好 再回答Youtube上面的問題 對了 美金 昨天應該彈一些 美金彈一些 所以金又回一些 所以我之前跟阿溫柔你說 我都說其實美金 是不是國際那麼弱 因為其實這些金價和美金很有趣 太陰燃到 真的會 神經病 而且因為美金之前 大家看得太過悲觀 因為一件事 說真句 就是 你的美元會不會大家不用 不會的 始終你現在是一個 全球的國際的貨幣 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跌跌下 一定會有些很大的反彈 反而就是說 如果這一下 你真的可能叫做 它的美金大型上去之後 反而我覺得 你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那些位置 都開始沽下去 如果你是這些位置的話 你會開始買粉金就OK 這樣 是這樣的 但是這些又沒有 你又怎麼看 鮑威爾說話 其實沒有 它說那些話 你又是預料了 你也預料了美國的經濟狀況 一定是中期來計的話 一定很不明朗 是不是 所以我又會說 對於這個情況 沒有太特別的感覺 好 另外241 268 和1789 241壓力健康 268是金碟 1789 愛康醫療 哪一隻前景好些 什麼位置 241 先看圖 我都要 這隻 這隻 真是差勁 241 資金也是 炒完 之前炒了一層之後 現在 又放在一邊 將這隻241 但是這隻 我覺得 還是可以先拿著 不過19元這位置 有點尷尬 19元這位置 希望它不跌不穿 但是如果跌穿了的話 真的要再數下去 可能下面這些位置 本來這個列號位置 三隻股份的圖 都是一般的 268 我不相信它 268 一向都說這隻 業績不對版 1789 這隻還要抄 圖真的很抄 三隻 如果我就想看 炒完的話 是不是想撥反彈 這隻真的像炒完 外巻醫療 外巻醫療 但你說如果是的話 熱死1我覺得直撥一點 講真句 你問我看它 看它可不可以 25元這位置再想 這隻 不過它都碰到 一百天線 就是 穿了 穿了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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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似 如果看圖 就真的熱死1好一點 熱死1比較直撥一點 我覺得是 至於它的公司 那個情況 我覺得是樂觀一點 什麼位置進去 是不是穿了一百天線 就不要想著 直接看10個元 看是否擦不擦住 擦不擦住再想 好啊 好啊 還有借3662 前景行不行 但今天的物館股 都是做得厲害 是啊 你看2669 還有一隻 阿生活 還有一隻 阿生活出了業績 對4% 不過阿生活業績 有沒有差 我覺得都不是 不知道 我還未詳細 所以要再看一看它 但你問我的 是 3662 我又覺得 我不會選這隻 我都會選大一些 好 不是炒預期 消息預早 那麼多跌 所以就是說 應該今天的跌 你說是否關於這件事 我也要再想一想 因為今早 其實在某程度上 都可能被市 這樣跌下去 那一刻 搞得到 我都覺得有點亂亂地 但你說是否關於 鮑威爾那些 講一下市 如果是這樣的邏輯 如果是這樣的邏輯的話 即是說 大家之前覺得 就是說 疫情沒有影響 但不是這樣的 我會覺得 不是應該預計了 經濟狀況 還是可能不太明朗 那 所以你問我 是否 因為是否這樣的因素跌 我自己有些保留 但是怎樣都好 都要再研究一下 好 多謝這麼多交情 觀眾的提問 都要申報先 Stanley 有沒有持有上述提報的部分 這檔是 Amazon Amazon 或者Amazon 好 麻煩Stanley 那麼詳細分析 Ronald 你的問題 我們轉頭下一節的問答環節 才再回答你 我們只是跌而已 我覺得是正常的 應該不止去 其他物館公司 我都覺得我們還是跌到去 好 這次節目時間 差不多3319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 好 謝謝Stanley那麼詳細分析 待會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再見